OK 那我们做画的方式很简单 最后选Sphere 做颗球 大小差不多就可以 然后右键直接conver成Page 第三个 那你就可以选次数键的Page 把上半层删掉 接着选Edge 次数键的Edge 把这个边缘选起来 好 那选择Topology这边的Add Trine 产生花瓣 你也可以Add Quad 不过会变成这样 好 所以我要Add Trine 然后再来就可以微调它的张力权重这些 你的花瓣要长成什么方向 就要一个一个调整 你可以看这边 那每一个点单独的旋转控制 转到别的东西了 这个点 OK 好 要从这里去控制你的花瓣的方向 那我想把它张开 所以全部做一下这样的调整 好 位移 好 那这个 呃 这种东西都是自由的变形形态 所以你自己看觉得OK就行了 好 再来呢 要处理一下侧面 这个地方这个结构 如果我上 Share指令涨厚度的时候 这里会穿绑 会穿掉 因为这里太尖了 所以要把这个地方先拉开 拉开的时候呢 那你可能想说 欸 张力棒 结果它会联动 好 这里其实是有两条线 两条线其实有两张力棒 所以要按住Shift 再往旁边移开 好 按住Shift 往旁边移开 没有完全一致 没关系 换边 按住Shift OK 好 那这样就会形成这样子的结构 当然可能拉的 这个鼓起来不太好看 可能还要再微调一下整体的位置 好 OK 好 那 Editor Page它本身其实是一个 多边形物 那个很多面形成的物件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里会影响到它的模型的 一个是显示 一个是算图 好 一个是显示 一个是算图 你可以显示很高 算图没有 好 那算的时候就会变成 很low party 的结构 好 但这个我没有要在这里处理 接着呢 加挂一个editor party 这个是为了让它形成模型 模型的长相 然后我们再下share指令 shar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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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让它有厚度 好 然后 然后绘制一个边 就用一条线做一个弧形 我们就可以 babel edge 打勾 pick 这条edge 让它这里产生 这个边缘 好 那 看起来就有一个 花的结构 好 那 那 这个呢 不能用attach 黏在这上面 好 因为 你有attach 黏上去的话 这个是个空间立场 所以在生成的过程中 花会扭曲 会变形 那在这边 我们要换另外的 其他指令 那在用那个指令之前 这一个经有要处理的地方 就是这里 看一下末端 你看一下它的尖端的地方 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n多边形 这个结构我根本不知道 等一下 那个花要放在哪里 好 就是不知道放哪里 所以这里要先做一次 insert 然后clubs 抛哪去了 在这 把它变这样 好 变这样 所以我就知道 正中心在这 等一下那个花 就可以放在这里 就在这个点上面 OK 好 那 准备动作完成 等一下我们要把花放上去 以及做个控制器 让我可以操作它的位移 然后进去 就就是 我把它删开 我可以传绮了 传统 会发出 我把招换 有一切 好 来